喜欢了我五年的女生 忽言抱了我家 你等一下 咱们说好了 去你家吃完晚饭我就走 知道了 不用在我家吃晚饭了 干嘛你吓了 我真不是害怕 我就是觉得 你家就你一个人 我一个男生去了挺不合适的 我都不建议你建议什么呀 你看我最近先写了好几个菜 待会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快走吧 味道怎么样 挺好吃的 没想到你还会做这么个好吃的 那你觉得我怎么办 那个 要不我还是先去把碗洗一下 不用你放这 一会我自己收着就行了 对了我们要去见客户 但是我不知道穿哪双鞋 你一会儿帮我参谋一下 给我穿了特别的 行吧 你看这一双我特别是喜欢 但是呢它有点魔脚 穿上特别不舒服 但是这一双呢 虽然差了那么一丢丢 但是穿上非常舒服 如果是你的话 我会选的那一双 这还用选啊 我肯定会选穿上舒服的呀 真的吗 那你感觉你跟我在一起感觉舒服吗 我 不是 合着饭甜点绕我呢 变聪明了吧 这两天可算没白带一点 我懂 我怎么不懂啊 你这都用到我身上了 还给我绕这么大一圈 你就直接问 我喜欢的和适合我的 我会选哪一个不就行了 那你会选哪个 行吧明明明天再聊吧 那个时间也不赶 我先回去了 哎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连这都不敢说呀 我不是不敢说 你的确挺适合谈恋爱的 但是 我还是会选择我喜欢的 走了 哎 可是我喜欢的你五年 你会喜欢上我 你会选择我 交给时间吧 也许呢 那我等你